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參加的這個叫做加入科學廣場 這個活動其實我們從2008年舉辦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 那可以舉辦了這麼久 我們要感謝兩個單位 第一個是我們的國歌會科教處 第二個就是中央大學 因為有他們機會的補助 才讓大家可以在免費的情況下 每個禮拜六都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守候很多 那我是護理系的蘇貞琦 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然後在場有很多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就不一一介紹 然後今天我們請到的講師 就是隔好多年才可以請到他一次 因為我以為老師非常忙 我想問一下小朋友 後來參加加入科學廣場 可能都對科學有一點興趣嗎? 比如說你長大以後你要做什麼? 建築師 還要做建築師 周老師在這邊提供另外一個可能的科系 就是你進到大學 你是要選不同的科系嗎? 我們林老師念的科系很特別 根本就是夢幻科系 它叫做玩具與遊戲設計 你想想看你念書可以念這個玩具跟遊戲的設計 哇!就是所有大學生夢寐以求 所以林老師後來的經歷他真的是非常的輝煌 就是從宜蘭童暗節、科教館 然後很多博物館裡頭工作 還有電視節目的拍攝 所以這是為什麼林老師非常的忙 可是我還是很開心今天有機會請到林老師 那大家看到我們今天這麼大陣仗 就知道活動非常精彩 所以我們是不是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今天講師 林一瑋老師 謝謝 好!謝謝朱老師 好!各位家長、各位小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好!很高興我們在這個家人科學高檔看到了大家 三年前的時候 2010年大概5月份的時候 我來這邊辦過有另外一場叫做愛麗絲的科學遊戲 那時候有來參加過的家長小朋友 菜不在? 有嗎?有喔! 沒有喔! 沒有喔! 哇! 我持續追蹤餐點的話 這個應該辦個機油的這個 好! 好!那我們這個活動呢 真的聽說也不太容易 因為呢 都要經過這個報名啊 然後抽籤啊 這樣才選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我們活動呢 特別多的器材 因為我們剛好正在執行一個活動 我們在執行什麼呢? 你看到台灣368的鄉鎮市區的一個服務計畫 因為我們很希望 像這樣好玩的教育科學廣場 我們也可以在全台灣特地服務 到台灣的368個鄉鎮市區 為什麼說是368個鄉鎮市區? 跟你印象狀況好像不太一樣耶 以前你記得的是319吧? 319鄉鎮對不對? 不是那個槍擊案喔 319的鄉鎮 那因為當時沒有把五都列進來計算 那現在把五都列進來計算之後呢 總共全台灣有368個鄉鎮市區 我們在這邊希望能夠把這個教育服務 推廣到全國各地 不分偏鄉、不分都市、不分鄉村 都能夠讓大家享受到更好的資源 那我相信我們中央大學跟下一個科學廣場 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視訊 也能夠把這樣子的科學教育 無遠佛界的 送給全台灣的 我們的有興趣推廣科學的人 我們在此 我們再為朱老師給他鼓勵鼓勵 好 那我們這個活動 你可以看到了 夢想起飛 剛剛朱老師有特別問一下 小朋友的夢想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有夢想 沒有夢想 你人生就沒有意義 那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跟夢想起飛呢? 因為在110年前 110年前 這個螢幕好像會跳掉 沒關係我試著 我來切換一下 我大概知道他的問題了 110年前 我們常常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人類很想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 可是卻沒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110年前的時候 你要到全世界各地旅行的時候 你碰到的最大問題 就是在我們沒有交換工具過去 後來呢 在110年前的12月17號 我們這個藍色兄弟 發明了飛機 第一次試飛成功 所以才起開了我們的飛行的試計 飛行了110年來 藍色兄弟當時有他的飛行夢想 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夢想 讓我們全世界現在各地 他可以有非常便利的這個生活 嗯?奇怪 剛剛說的 我們要做這個 飛行的這個 相關的一個課程 飛機我相信大家都做過很多了 那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飛機不一樣 我們今天課程最主要目的 我們希望能夠從生活中 來跟大家來敘述這個科學 怎麼樣在生活中運用 所以我相信各位今天都拿到 一張很漂亮的登機證了 對不對? 這個登機證 我們是精心設計過的 因為呢 我們想讓小朋友知道 你要到飛機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有哪些的步驟 所以我們是照著步驟 一步驟一步驟進來的 你要先做報道 報道完了之後呢 然後你要做後續的這個安檢啦 然後到這個準備登機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過去的一些 過去一些做的事情 那我在教育 這個教育活動上呢 我曾經做了這個 一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次你要搭飛機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現在 我們也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首先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你飛機搭飛機的時候 一定會 一定要做的事情 好 我們現在發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 某一個國外航空公司 他的一個播放的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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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電腦的電腦和電腦 電腦的電腦像電腦 電腦和電腦的電腦 而不必要使用在航空 除非你把電腦的電腦 保證到所有電腦、Wi-Fi和Wi-Fi 電腦的電腦是關於電腦 一旦轉到電腦的電腦 所有電腦的電腦 必須要關於電腦和電腦 最後,我們請你把電腦的電腦放在後面 把你的電腦放在後面 保證你的電腦放在後面 因此你無限先讓你選擇你的層座位置 聽見到唯下的窗下閉 您是開支揮的門 您是鏡線的按鍵 每一正如電腦的電腦 取得電腦和電腦的電腦 就能用到待會了 坐住,住,享課 敗你你的運動 讓你的電腦ий耗 讓你的電腦一長久 讓你被捕了 海洽 裡 好,各位看到的就是纽西兰航空呢 他因为要促销纽西兰哈比人拍摄的这个地点 所以他做了这个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介绍到一半 那我过去做过很多的活动 曾经在上一次来这边的时候 我那时候正在执行一个案子 那我曾经也写过了一些不同的著作 那之前做过的一些案子呢 像是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 我办过这个童万节 宜蘭的童万节 童万节有没有去过 有,对不对 大家去那边都玩水 但是除了童万节玩水之外呢 它有很多的展览是可以看的 比如说我在里面我就设计一个展览 那我们的游客到里面以后呢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游乐的过程中 他可以体验到科学的知识 好,像当时我做了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曾经示范过 而且常常会有人来示范 这个叫做空气控 你可以看到了一个桶子 然后我们的游客呢 只要把这个桶子拉开 然后呢放开 好,放开了以后你看到什么东西 空气被压缩了 好,压缩了以后呢 前面的这个博客牌大冰呢 就这样煮一个倒掉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透过游戏中 来学习这个科学的 那我也曾经做过一些电视节目 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呢 就是快乐孩子亡 这也是国客会的一个计划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 用科学跟魔术的一个结合 那这个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 跟观众呢 可以了解这个科学的一个道理 然后我最近呢 常常也在做一些演讲 我曾经到全世界科学地区做演讲 去年呢 我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记录 好,这不是我的梦想 但是曾经也是一个记录 因为我在过去的 两个半月的时间 大概是七十五天的时间 跑了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四子二个城市 平均一天半就要移动一个城市 去做演讲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把这个好玩的科学教育 在全世界能够把它分享出来 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老师 这群都是老师 他们在听这个演讲的时候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聚敬会神 因为科学它是不分国界 不分族群的 好,那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了 刚刚看到了这些介绍 看到的影片 我们来再说明一下 大家进来的时候 这个安姐本的闭闭叫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飞航的时候 你不能带一些违气品 比如说 可不可以带炸弹 我曾经在办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小朋友来 你有带违气品 有,我带炸弹 结果他就被我滞留下来了 好,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为什么呢 在教室你讲说我带炸弹 可能不会怎样 可是你在机场 你讲了这两个字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能被抓去关了 好,这很严重的哦 所以这个有时候玩笑 是不能随便让我开的 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登机证 你可以看到它是从报道柜台 那如果你有行李要托运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托运地点 然后过完你检 然后看你做哪个仓等 最重要要注意登机时间 时间代表要登机 好,那真实的登机证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各位都有看过 那我们今天刻意把这登机证 重新设计一下 就是要告诉小朋友 你在搭机的时候呢 你登机要经过这些步骤 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会来 如果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带你 告诉你说 我们在生活中 到底有哪些步骤是要去 哪些这个步骤是要去执行的 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个安全了 有些东西不能带的 好,你看到这个像什么 手机啦,电子有名 手机带上去是没关系 但是呢 飞行过程中是不能开机的 尤其是在起飞跟降落的 好,大家如果不相信 我试给你看 为什么起飞降落的时候 不能用这个手机 好,我们来看一下 起飞降落用手机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干扰 我们试一下 如果像把手机打开 然后播号 听听看 有时候你在活动现场 常常会听到 都有没有叨叨叨叨叨叨的声音 是什么 就是手机的电子波 在做这个干扰 好,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这干扰是很大的 对不对 好,所以呢 你看这一点点 手机的干扰呢 都会影响到飞行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起飞降落的时候 是不能做的 大家开这个手机的 他声音好像蛮好听的 好,打开手机 拨号 好,看这是哪一家的听言 有没有 没有,拨号 好,好像没拨号到 好,好像没拨号到 这一次有没有 好,没有 这一次就没有干扰到 没有拨号 没有拨号 好,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哎呦呦呦呦 怎么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怎么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好,那我们今天 要带大家来 先制作一台飞机 因为讲了这么多 你们如果说没有做了一台飞机 先自来实验一下 可能不知道飞行的这个过程 小朋友有没有做过飞机 有 每个人都几乎有做过飞机 那你做飞机的时候 你大概做出来一个 比如说我先给你一张纸 你要做飞机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可能会用这个 把它对着 对角线对折 然后呢 再把两边的纸片 往中间折下来 折下以后 折成大概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飞机 然后往上面丢 你会看到什么画面 大概我们就算飞机都是这样飞的 那今天呢 我要做一台非常非常厉害的飞机 只用一些简单的材料 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飞行的飞机 好,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需要准备的 那我们里面要用到哪些材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首先呢 我现在一份的材料里面 我必须要用到的是 我们的一个 好 可以看到我们那边有 这个材料有两个纸片 一份是两个纸片 然后一个咖啡的搅拌棒 然后呢 三支 二到三支的回温针 好 这就是我们所 我们必须要用到的材料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些共用的器材 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这个双面胶 或者是胶带 好 这是我们的共用器材 好 那现在请大家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好 先不要做 你先看我做一次 等一下呢 你才会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这台飞机 好 好 你先不要做喔 先不要做喔 好 你现在看到了 我这边手上的这个两个纸片 其中我们一个纸片 我们要来做飞机的翅膀 另外一个纸片 我要做什么呢 要做飞机的尾翼 包括垂直 还有水平的尾翼 好 所以呢 我现在把这个飞机的翅膀 还有尾翼准备好 好 首先我做尾翼 第一个尾翼要怎么做呢 你先折一个英文字母的W的形状 W 所以你先把它对折 然后再往两边把它折上去 好 这个纸片的飞机呢 非常的简单 而且会很平衡 非常的平衡 飞得非常的漂亮 好 你可以看到了 我折成一个英文字母的W 那折好以后 你把这个W的两边折下来 这样子的话 就看到我们的垂直 还有水平尾翼 好 这是我们垂直水平尾翼完成了 好 那再来呢 再来呢 我要做这个翅膀 首先呢 我要在这个翅膀 翅膀要记得 尽量不要去弯它 因为如果你翅膀折弯了以后呢 你的飞行效果 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那我要请问各位 我现在我要在翅膀的正中间 我要画一条中心线 请问你 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画出一条中心线 对折 可不可以 不行 我刚刚说翅膀不能折 折的话 很容易就会让飞机飞得不好 那我要怎么样画中心线 诶 我听到一个答案了 用什么 用尺量 对不对 对标准答案 好 非常标准 比如说这个纸片20公分 然后你用尺量 处理20公分的地方 做个记号 就可以画出中心线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用尺量 是我们教育下的标准 这个答案 我们希望大家有一点创意 用一些创意 用一些你的科学理解力 我们来做出不一样的思考 还可以怎么办 对角线 对角线 好厉害 对角线 可是对角线是找到中心点 不是中心线 好 怎么做 刚刚这个我们是不是已经对折过了 对 我们用几何的概念 你看到了 我把刚刚对折过的以后拿出来 我是不是刚好两个是一样大的 所以呢 我只要把它靠在中间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只要用这个靠在它旁边这样画下来 我就可以画掉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心线 所以你善用身边的材料 你其实也可以做好科学的这个原理 好 那再来 我要再问各位了 我有了中心线之后 我要在这条线的中间 大约中间的地方画一个中心点 请问你 我要什么画才能画出中心点 用词 对不对 标准答案 这个还是学校的答案 对角线 对角线 刚刚讲过了 我利用对角线 对角线这样子画过来 两个对角线的交叉点 是不是就是中心点了 非常好 还有没有答案 还有没有答案 我都觉得大家太拘腻在这个思考行为上面 真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大约中间的地方画一个点 怎么画 直接拿笔给它点下去就对了 我说大约啊 这么短的距离 大约你可以目测吧 前一阵子我看到网路上 有人老师在教什么 概算 结果被家长这边提出了批评 有时候概算也是一种很好的概念 我们不用太精准 大概中间的地方 这么短的距离 很容易概算出来了 好 那我们中心线 这边中心点都画好了 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尾翼贴上去了 怎么贴 你就利用这个桌面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这里要贴尾翼 所以 你可以这边先把它做个记号 做好这个记号 告诉人家说 我等一下这个地方 我要来贴上这个双面胶带 好 那每一个桌 待会都有双面胶带 不管是粗的 细的 都可以把它贴上去 等一下再做哦 好 我先把它完成 好 把它贴上去 绕过来 绕过来 贴上去 好 贴好以后 把双面胶带撕下来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把刚刚这个尾翼 把它夹上去 好 垂直水平尾翼做好了 你可以从后面看一下 它是不是非常的垂直跟水平 接下来 我要在这个胶带的 在这个棒子的前端 然后贴两个回纹针 回纹针做什么呢 让它来做这个重量 让它头稍微有一点点重量 才会后面 把重量集合到后面去了 所以呢 我们就准备这个胶带 然后呢 把回纹针就直接把它黏上去 那这个地方很多人做错 哪里做错啊 就是你在贴的时候 你只顾着贴胶带 结果没有贴到木棒 只顾着贴这个回纹针 没有贴到木棒 所以这个飞机在飞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回纹针 会前前后后的滑动 所以请你在贴的时候 请记得 把胶带跟木棒 跟回纹针 都要紧紧的把它黏贴在一起 好 这样完成了 好完成了以后 再来最后一个部分 请问你 我这个翅膀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飞机的最中间 对不对 对 中间前面一点 对不对 中间后面一点 还是头额上面 还是尾翼上面 到底哪一个答案 好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人坐出来的飞机 会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叫做重型 有没有玩过敲敲板 有 敲敲板 如果你打在平衡状态下的话 它可能是刚好就是 重心的地方 然后左右的可以平衡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敲敲板 我欠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你把一只手指头放着 然后呢 这样子 让它左右平衡 好 跟地面成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是重心 好 我现在找到这个重心了 但是这个造法 是幼稚园小朋友的造法 你现在小学了 你要用一个更高级的造法 好 我教你用更高级的 怎么找呢 用拍手的造法 你只要会拍手 你就可以找重心 好 怎么做呢 你看好 我把这个仓挑心的物体 架在你的手上 然后呢 我叫两只手 往中间移动 往中间移动 你手不用刻意去调整它 最后 你两个手指头 靠在一起的地方 就会是停在这个重心的地方 好 来 往这个角度控制 再一次 好 慢慢的往中间移动 往中间移动 最后呢 有没有看到 因为摩擦了一个立举 它就会达到了重心的位置 我相信你们可以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一定我在动手脚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这样讲 所以呢 我们要让小朋友来做实验 我们可以借一只哨把吗 这边有没有哨把 这边有没有哨把 球棒也可以 哦 球棒也很好 好 这个朱老师这边什么东西都有 这个不经意要让我问一下这个朱老师了 对对对 对对 是是 这个是微镜瓶怎么可以带上飞机呢 拿下飞机拿的 拿下飞机拿的 好 这边刚好有切开的 好 有切开的位置 这里是重心点 所以呢 用刚刚这样的方法 过来 就会贴到这里 当然我来做 你们一定不相信 所以我会请小朋友来做 好 好 来 好 请在这边 然后两只手 夹着过来 两只手夹着 好 然后呢 往中间移动 往中间移动 好 慢慢往中间移动 呜呜呜呜 有点不平衡了 嘿 嘿嘿嘿 好 有没有看到最后停下来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切开的地方 回到家 你也可以自己用哨把试试看 哨把 比如说 扫地的头在这个地方 好 谢谢 扫地的头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重心会比较偏向哪边 偏向用扫地的这个扫把这个地方 所以你回去你可以用扫把 然后你贴个胶带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现象 绝对不是我动手脚的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 刚刚这个飞机重心找到了以后 我要把它粘贴上去了 好 那粘贴 比较好的飞机制作方式是 你先在这个上面先贴一个双面胶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你贴错了 才不会说把它撕下来 破坏了这个纸片 这个飞机就飞得不漂亮 所以你先用一个小段的双面胶 然后贴在这个中心线上面 好 然后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以后呢 你看好了 我们现在中心线 要跟刚刚的飞机的棒子要重叠 然后中心点呢 要刚刚跟这个重心重叠在一起 好 那哪一侧呢 这个是飞机的垂直尾翼 我们的翅膀是跟垂直尾翼是同一侧的 这个大家常常会弄错 好 这样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现在开始贴了 我要把它重叠 中心线跟这个重叠 重心点 重叠 贴好 贴好以后呢 你不要马上飞 因为我们现在先试试看重心 对不对 如果你重心找得好 你飞机做得好的话 重心的位置应该在飞机翅膀的下方 所以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头 两只手指头 架着飞机的翅膀 好 因为我们现在双面胶是暂时的固定而已 所以你架着飞机的翅膀 来看一下 如果你架着翅膀它可以平衡的话 代表你飞机会飞得很好 好 那因为摄影机在角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拿起来 这样子 大家看 你手架着飞机的翅膀 好 如果架着飞机翅膀 你可以看到 你的飞机的棒子跟地面是成水平的 代表你飞机会飞得不错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你架上去以后 你看到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 请问你 这样子的时候呢 飞机你射出去会怎么飞 那就往下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往下到没有浮力的时候呢 它就会掉下来 好 所以代表我们现在这个飞机 刚刚你看到是一个平衡 平衡以后呢 代表这飞机应该会飞得不错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把最后的胶带贴上去了 那胶带在贴的时候 你可以再多利用一个回文针来协助一下 怎么做 因为我们这个手可能没有像这个 没有像这个回文针这么的这个细 所以呢 你撕一段胶带在贴的时候 这一支胶带你不用撕太多 短短一点就可以了 短短一点胶带 然后呢 左右尽量要平均 左右要平均 然后把它放下去 然后呢 不要用你的手指 用这个回文针 多拿一支回文针来协助一下 利用这个回文针 多一支的回文针把它这样子粘上去 这样的话你可以确定的 我们的胶带 跟这个飞机的翅膀 纸片 都可以完完整整的密合起来 好 最后再检查一下 看看垂直的是不是非常的垂直 水平的是不是非常的水平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试飞了 试飞的时候怎么拿呢 试飞的时候呢 你就是拿着飞机的重心的位置 就是翅膀的正下方 然后平平的往前丢出去就好 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 你们说什么 蛤蛤蛤 诶为什么你们摄飞机要哈气啊 我真的一直搞不懂诶 我曾经问过小朋友说 诶为什么你摄飞机要哈气 他说哦哈气啊 因为哈气有水蒸气啊 哦 那我就问他了 那有水蒸气有什么好处 哦 有水蒸气它比较重啊 诶 不就这样子吗 不就摘下来了吗 所以这个飞机哈气是没有意义的哦 除非只有一种理由我接受 什么理由 你要帮这个飞机加持 这个我接受 好 加持一下 好 然后呢平平的就丢出去就好了 那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小 待会呢我们坐好 我们可以在外面的广场稍微试一下 好 然后抓着这个地方平平的丢出去 好 以前你看到飞机都这样 哇 那你先看一下你这台飞机 有什么不一样 哇 哇 哇 看到什么画面 有没有发现 这么简单一台飞机 居然是你这辈子坐起来 飞的最漂亮一台飞机 好 只要你掌握了科学原理 其实你就可以做到这样子了 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让大家 来动手来试试看 好 我们一包的材料里面是两人份 一包的材料是两人份 很多在飞行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好 首先我先告诉大家一下 如果你今天飞机 你明明坐得很好 你的重心都找对了 可是你会发现 哎呦 为什么我在飞的时候 就飞得不好 那我要偷偷告诉你 几个小诀窍 当然 可能是跟你射的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重心 没有要找对有问题 基本上你叫重心找得对 大部分都应该飞得很好 像我刚刚这样很平稳才对 刚刚你去外面试飞 你觉得自己飞得很平稳的举手 哦 你看不错 应该很多人啊 好手放下 可是有一些人说奇怪 我做得很平稳啊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 来 我告诉你哦 两个小小的学校 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翅膀 稍微的 一点点 一点点的上扬一点点 不要多 角度不要太大 第二个呢 你可以把你的翅膀 这边稍微这样子 弯一点点 这样子弯一点点 好 两边稍微这样弯 往上拱一点点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影响飞机起降最动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平尾翼 它的水平尾翼 可以做什么呢 它的水平尾翼 在这个地方 我用笔来画个记号 它的水平尾翼大概 就是你那个脚趾头的地方 通过摄影机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画个记号的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呢 你就像书本 不小心放到书包 会折到的一样 折一个小角 然后呢 不要折太多 现在我折给你看 大概就折一个三百六十 对三十几度的一个角度 十五到三十度就好了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折角出现了 好 就像这样一个折角 这个折角 就会影响到飞机的飞行 怎么说呢 你看到我这个折角折上去以后 当我的飞机在飞的时候 我的空气撞到这个折角的时候 会让后面怎么样 后面让它 因为重心在空间 像夹夹的一样 空气撞到这两个折角 会让它下去 那后面下去的时候 机头就抬高起来了 其实这时候 它就会往上扬 好 但是这样子已经破坏掉 飞机的平衡了 所以你这样在飞的时候 飞机其实有会有点 这样一个波浪的现象 但是至少它可以帮你协助 让它飞机往上推 好 我们飞飞看 好 接一下哦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它有点 往上的那种感觉 好 那现在呢 我如果再折的角度 再折的更大一点 如果我今天折到45度 甚至于折到60度 你已经破坏掉它的那个力量了 所以呢 如果即使这样折到 这样45度角以上的时候 我即使是用力的往下面伸 它还是应该会起来 如果你在这个礼堂里面 没有封的反应下 你这样子 丢出去 如果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会回旋一下回来 如果你力量够的话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刻意的 往低一点的丢 好 大家看看它这个起来的力量 好小心哦 如果打到人的话 就不好意思了 好 嘟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直往下丢 可是它就赶快上去了 因为它已经破坏掉了 好 它已经完全破坏掉 它这个 它应有的平衡了 所以 这个两个角度 就是提供给你来做这个调整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架 我们的平衡飞机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我们赶快接下来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移目 我们切回到我们的电脑设备 好 那我们刚刚在做到这个平衡飞机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定律 刚刚其实只用到重心 可是 飞机为什么可以飞上去 飞机靠的是什么定律可以飞上去呢 其实我们先说飞机有四个力量在影响它 好 哪四个 我们先看这台飞机 它四个力量呢 第一个 你们能知道飞机有四个力 哪四个力 好 来你说 然后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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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转力 好 它背得很好 对不对 来 可是你会觉得好难背 不会 你会觉得好难背 其实我们在学习科学是有个方法的 怎么做呢 好 你看好了 飞机的四个力量就是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好了 就这么简单啊 好 什么呢 第一个飞机上去是什么 扶力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重力 地心引力 往前是靠我们的发动机 我们的引擎的推力 往后是什么东西 给它的 空气给它的主力 所以这样四个力 你就很快的记得 好 升力 好 扶力 升力 重力 地心引力 往前的推力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有知道这四个力以后 我们还要找另外一个力量 那我要拿一个东西 我要解释这个力的时候呢 我要拿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东西 小朋友最喜欢什么 玩具 玩具 应该不是吧 应该是钱吧 好 我利用这个东西 就可以来解释这个科学原理 什么力呢 叫做柏努力定律 柏努力定律 一般来说现在好像在高中才要学 可是呢 我们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柏努力定律 因为你要讲柏努力定律 其实只有六个字 就可以解释它 哪六个字 来 我来说明一下 六个字叫做流速快 压力小 流动的速度变快的时候呢 它的压力会变小 好 那怎么解释 好 我来看一下 首先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钞票放在我的鼻子的地方 请问你 当我把这个钞票 我嘴巴用力吹气的时候 请问你 这个钞票会 一往上 二不动 三掉下去 往上 不动 好 认为一的举手 认为二不动的举手 认为三掉下去的举手 好 三个大家都有人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钞票当然要让它自然的平顺的 好 吹气 当然是往上 为什么呢 你看到我这样吹气的时候 空气打到它 它当然要上去 好 那我改变一下 如果今天 我把这个钞票移动位置 移动到我的嘴巴的下面 我再吹气 请问 我往正前方吹 我现在应该吹不到钞票 那这个钞票会 一往上 二不动 三掉下去 认为一的几句手 往上 咬三个三四个而已 好 认为二不会动的几句手 因为我没有吹到它 认为二的 认为三掉下去的几句手 好 三个答案都有人选 没有关系 我们也来证明一下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 所以我们就一样吹气 来 现在呢 我们往正前方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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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往上 诶 为什么会往上 好 这就是讲到刚刚的伯努努力定律 伯努努力定律 讲到的是什么 六个字呢 叫做流速快压力小 好 请问你 好 请问你 流速快压力小 当我在吹动这个钞票的时候 它的流动速度是快还是慢 快 诶 流动的速度是快 那它相对的压力就变小 可是压力是在四面八方的 上面压力变小了 可是底下的压力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啊 底下压力没有改变 所以呢 它就被底下的大气压力 诶 这样有个压力差 就把这个超妙给举上来了 好 这就叫做伯努力定律 非常简单 加六个字就可以解释它了 好 伯努力定律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游戏 好 那现在刚好电脑有了 我来看一下 好 当时啊 萊特兄弟在发明这飞机的时候 他研究很多的方法 他看了小鸟 看了小鸟 他知道说小鸟 观察小鸟为什么会飞 所以他就开始设计出他的不同的飞机 好 这就是萊特兄弟当时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他第一台飞机 他设计了这两个翅膀的飞机 为什么要他设计两个翅膀 大家想想看 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看到那个时候战斗机都是两个翅膀 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几乎很少看到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飞机 它能够飞上去 靠的并不是我们平勤 而是靠福利 让它上去的 所以福利是靠我们的翅膀而来的 待会我们下一张图片会让你看到 好 这就是当时他们做的第一台 两个翅膀的这样一个飞机 试飞成功的飞机 好 刚好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萊特兄弟他原来开什么店 先不要讲 先不要讲 好 咖啡店 因为萊特兄弟他在咖啡店里面听到人家闲言闲语 有人想要飞上天空 别人的梦想想飞上天空 他学到了 他偷偷的把他学下来就跑回去 B 他开汽车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觉得汽车的动力很不错 所以呢他想要研究更多的动力来源 然后让汽车开得更快以后飞上天 所以他开汽车店 C 萊特兄弟开脚踏车店 因为他本来是开骑脚踏车的 他想要脚踏车 有没有办法跟这个飞行器来结合 然后呢 坐出飞机 好 这是C的选项 D 热气球店 为什么热气球店呢 因为在发明飞机之前 人类能够飞上天空 只有靠热气球 没有人怪热空气 或者是氧气 或者是氢气 能够飞到天空去 只是氢气比较危险 那 他 那当时就因为他用热气球 刚好有发生那个什么 热气球爆炸的事件 所以他决定了说 好 那要用机械的原理来作为台飞机 所以萊特兄弟开的是气球店 D 燈具店 为什么开燈具店 因为它叫light blindness 好 所以呢 来 认为A的请举手 没有 认为B的汽车店的请举手 好 认为C小行车店的请举手 认为B 灯具店 这个热气球店的请举手 认为E 灯具店的请举手 有人啊 好 真的萊特兄弟把light 好 答案是多少呢 诶 答案原来他是开脚踏车店的 哎呀 你看原来只是一个骑脚踏车 开脚踏车店的人 他的梦想这么大 他梦想起飞 他只是用脚踏车去改装 可是却让他达到了一个不同的目标 所以我们目标 可以定得很具体 然后呢 你可以定得很远到 可是你要有具体的过程 把它实现 这才是我们这次课程的一个精神 好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波努力电力没有问题了 流速快压力一下 所以你看到波努力 就是我们飞机翅膀 它的红线面 就是像这样子 当我们的空气流过去以后呢 让飞机翅膀的上下压力差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把飞机就举起来了 好 那刚刚讲飞机的四个力 飞机就在这里了 空气的升力 飞机的重力 还有前面的空气的主力 跟引擎的飞力 飞机的四个力 好 那飞机 请问你 飞机在飞的时候 要顺风还是逆风 逆风 逆风 好 我们分几个答案来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 要顺风逆风 逆风 降落的时候 逆风 平飞的时候 没有风 没有风 好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去跟人家送行的时候 祝你一路顺风 那到底顺风还是逆风 逆风 好 飞机起飞的时候 应该要逆风 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在逆风的时候 它流速会比较快 因为风这样吹过来 流速比较快 它比较有机会这样升上去 好 那如果说 顺风的时候 它风从后面过来 反而会推飞机板 其实这样子的话 它的对翅膀的这个 这个压力差 反而会比较小 所以飞机起飞的时候 要顺风 那降落的时候 我也要顺风 好 一样要逆风 为什么呢 也要有足够的福利 而且呢 当我们飞机降落的时候 如果有前面的阻力的话 还可以协助飞机减速 好 这是飞机降落 跟起飞的地方 好 那还有 那在天空风飞的时候 要顺风还是逆风 顺风 好 这个答案就很妙了 这个答案叫做 有不得你 因为目的地在哪里 就是要飞过去 管它顺风逆风 好 但是以降使员来说 它会比较希望是顺风 因为顺风的话 刚好可以推飞机板 所以它已经没有福利的问题了 它在高空中 就可以很快很快的 希望能够最快的达到目的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飞机 这个是桃园机场 桃园的机场呢 桃园的机场呢 桃园机场 你看到这个跑道 跑道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了 上面有很多的黑黑的痕迹 请问这是什么 沙飞机 为什么有这个痕迹出现 可以让地上 对 因为它在着陆的时候呢 它碰到这个地面 然后呢 轮胎抓地 它产生那个刹身的痕迹 所以会摩擦出 这个一条一条黑黑的痕迹 然后飞机跑道 还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你看跑道又快又平又直 请问跑道是粗糙还是光滑的 为什么是粗糙 要什么 要摩擦力 要能够让飞机能够 能够能够强大的抓地力 而且它的粗糙的表面上 它还有一条条细小的勾痕 这个勾痕是什么 这个勾痕 可以让我们下雨天的时候 可以让雨水很快的 往飞机的跑道两边排出去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因为雨水 让我们的飞机打滑 这也是安全的一个重要 安全的一个设法 做法 那我们的跑道 在旁边有个勾痕 不想要大家在这个照片上面 有没有看到那个细小的勾痕 没有 可能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没关系 我还有一张照片 它非常清楚 它看到细小的勾痕 你可以看到 它跟跑道刚好成垂直的 因为垂直 它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摩擦力 不过那张照片 我在拍的时候 要跟大家说个抱歉 那个 有一个路人 他很爱远到 在那个画面的真中间 所以不小心拍到路人 也拍到那个地面 所以等一下 心里省对掉那个路人 不要看他 害我没有照片可以用 这个 不要看到 好讨厌 好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一横一横一横 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飞机跑到上面的勾 一旦有下雨的时候 雨水很快 就把两边 流出去 好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请问你 这个是台北的松山机场 这个机场通常吹什么风 吹什么风 好 好 来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怎么看 老师告诉你 学校老师告诉你 看风向要看什么 看树叶什么 往哪里飘 啊 请问这个哪里看树叶 看不到 好 那看那个烟往哪里飘 这里看得到烟吗 也看不到 那怎么办 看跑道 看跑道怎么看 看那往哪边飞 看那往哪边飞 对啊 两边都可以飞 可以往这边飞过来 也可以往这边飞过去 两边都可以啊 对所以呢 不是东风就是西风 到底东风还西风 好 要看哪里 要看哪里 看这里 看这里 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边 左边的地方 好来 这边 左边的地方 左边的地方 你看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很多的沙山痕迹 沙山痕迹代表什么 大部分的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 请问你降落的时候要顺风 所以风从哪边过来 从东边 吹 从东边往西边吹 好 风向就是风过来的方向 所以这个地方常常吹的是 东风 所以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呢 千万记得它不是死气的 它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 好 那飞机在天空中飞 其实有蛮多的危险 我们今天讲到了飞行安全的问题 飞机在天空中飞最怕什么 鸟鸡事件 鸟鸡很可怕 一只鸟就可以破坏一个飞机 那怎么样可以避免鸟鸡事件呢 人类很聪明 它有一个很很省钱的发明 只要几块钱美金 它就大概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我只能说大部分 不能百来之百 哪个地方呢 发动机 这个地方 发动机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涂这个白白的 像眼睛 很好 像老鹰的眼睛 因为远远看的飞机 距离很远啊 可是呢 鸟看到的时候 远远看的自己 以为是老鹰过来 它以为是老鹰 所以呢 因为大鸟 好像会把小鸟吃掉 所以 只是这样子 几块钱美金涂上去 可以下走一部分的鸟喔 可是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有效 我们人类还是在一直 因为我们人类 一直跟大自然在竞争 所以呢 有时候 我们还是敌不过大自然的力量 所以鸟籍事件 还是常常发生 比如说 一个鸟 一只小鸟 你看 因为高速的情况下 它撞过来 几乎就可以把这个飞机翅膀给它撞回掉 非常可怕 这是小飞机 如果大一点的飞机呢 如果像大一点的飞机呢 好 像这个就是被撞击的 像这个 大一点的飞机 对 这个还好啊 这个在后面 在后面 这个以为是他妈妈 对不对 可能他飞 所以这还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他是在他的四周飞 就很危险喔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他说他有一台全世界 最厉害 最先进 最豪华的飞机 可是啊 他一天到晚 都还是被鸟来攻击 你一定想说我朋友是谁 是不是 这么敢夸架好一口 这个人啊 那是他吗 那是他吗 嘿 这个飞机呢 够豪华 对不对 够先进 可是呢 一样鸟还是一天到晚找他麻烦啊 为什么呢 你看到 管他是谁 一样 鸟还是要找他麻烦的 所以呢 人类还是比不过大自然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鸟集世界 像这个在地面上 他们要起飞 鸟在后面都还好 可是我碰我这种情况 你要飞还不飞 很可怕 对不对 如果在天空中呢 更可怕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万一两个引擎 都被鸟集中了 两个引擎都失效了 飞机会怎样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 不要紧张 即使两个引擎都被飞机集中 被鸟集中了 它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滑墙机 它赶快找到一个安全地方 赶快下落就好了 它一个危险系 有 因为它只有一次的机会来下落 因为它没有动力来源 所以它只好找个比较平稳的地方 可以赶快下落下来 好 还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在求进步 但是呢也不断的在跟大自然来搏动 这是我们要做一个省思的部分 好 上次都是很可怕的一个画面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伯努力定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伯努力定律流速快压力小 我们利用这个伯努力定律 来看一下几个空气的相关的一个游戏 我这边准备了一个 准备一个塑胶蛋 对 这个塑胶蛋 然后我来追求一个小朋友 好 好 刚刚已经准备很久了 我知道了 好 几年级 三年级 哪一个学校 隆安国小 隆安国小 台北的吗 对 台北隆安国小 好 那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做什么事情 帮我把它吹起来 来 这个塑料盖没有很大 真的没有很大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好 好 好 来这边 来 帮我把它吹起来 但是呢 我告诉你 只能吹一口气 嘿 拉直 好 拉直 好 帮你拉直 来 留下 我先把气挤掉 来 我先把这个气挤掉 好 拿着两边 等一下喔 我帮你拉直 好 好 好 預備 一口气喔 来 开始 你吹几口气 三口 哎呀 那一笔啊 吹那么多口气 好啦 我看你三口气吹多少 三口气 好 好 那还有没有人要来挑战一下 好 来 你来挑战一次 来 小心 从这边走 好 你等我一下喔 我会等我一下 来 换你 来 拿着塑胶袋 好 来 等一下 转过来让大家看得见喔 来 不过你站在他后面喔 来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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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通吹 好 停 好 你看到了 刚刚他吹 我们看他吹了多少 还有这样的力 还有这样的空气的量 好 可是 刚刚你们要发现 他们不管再怎么吹 甚至于一口两口都只能吹到这样子 现在换我 还是这样的好了 等一下 我觉得 我跟小朋友竞争这样不太公平 有没有爸爸妈妈要来挑战的 来 请你小朋友把爸爸妈妈推出来 来 好啦 这个小朋友来 把你爸爸推出来 哎呀 这位小朋友 这位爸爸妈妈最厉害的 好 来 主持人来 好 来 我们两位小朋友先站在底下 好 来 爸爸 一口气喔 深呼吸 我们试试看 预备 开始 好 好 吹好了 来 我们看看 来 这个爸爸吹的气大概有多少呢 吹了 还要吃啊 爸爸你有做运动吗 哎呀 我们成年人 一般来说 我们的肺活量 如果有运动的话 正常情况下 大概四公升 这个袋子大概是多少 这个袋子大概是十公升的量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大概是十公升的量 那一般正常人如果在吹 他这样吹出去 再怎么样一口气也只能吹到 差不多一半不到 现在换我 如果是一个运动员 他那个肺活量大的时候呢 他大概一口气可以多少 大概可以到八公升 好 但是很不容易 好 现在换我的一口气 一口气 一口气我要把它吹起来 好 来 帮我拿这个袋子 好 好 想不相信我一口气 可以把它吹到八分男 不相信 不相信 相信 相信对不对 相信我就不用做了嘛 对不对 不相信 好 来 不管相不相信 一定要做实验给你看 好 那现在呢 来 預備 出去看喔 好 拿高 好 預備 一口气喔 有没有 八分男 八分男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 我来说明一下 刚刚你看到了 刚刚不管是小朋友 不管是爸爸妈妈在吹的时候 来 等一下喔 不管爸爸妈妈在吹的时候 他们都做了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人常常会被制约 哪一个东西让你吹的时候 你会想到我吹过气球 所以你会想到怎么样 你为什么想到这样吹 为什么 因为 对 你不想让气跑掉 你想让这个气 全部都吹到里面去 可是刚刚你们发现 我在吹跟他们吹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拿了比较远 为什么呢 我也利用了流速快 压力小 当我这样在吹的时候呢 流动速度快 对不对 旁边的空气很快的 也会被压力小 往中间集中进来 一起就被带进去了 所以我只要吹一口气 然后旁边的气就一起被带进去 所以很快的这个就吹飽了 好 那我再让你们再挑战一次 好 我让你们一人吹五口气 帮我把它吹飽起来 可以吧 我没有欺负小朋友 那当然 这次就不是给你吹这个吹飽带了 来 游老师收起来 另外一个给你吹 放心啦 都不会给你吹太大的 只有这样子而已 来 到底多长 我们看看才拉不出来 好 只有这样子而已 来 来 两个小朋友请站到底下去 好 一人站一边 好 来 美老师你在这边 来 你在那边 好 来 一个人吹口气 你看看 来 来 站这边 好 好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我帮你 升过来 好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记得不要太靠近嘴巴 你嘴巴远一点 好 預備 五口气 开始 一二三四五 好 停 好 换边 换边 换你 来 来 放你这边拉 来 这边帮我拉一下 好 放你了 来 等一下 来 拉后退一点 后退一点 好 好 预备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来 消不消息 两个小朋友 就会把这个塑料袋吹起来了 好 对啊 这个好 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 这个塑料袋 居然可以被他们两个小朋友吹 好 来我们鼓勵谢谢这两个小朋友 谢谢 好 好 来 那这样子 我们再找一个小朋友 这次我找年纪大一点的 我让你体验一下 我们在除以流速化压力小 你想想看 有时候火车开过去高铁开过去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这个捷运的时候呢 常常在 那个月台边缘会画一个黄色的线 为什么这样子不要靠近 因为他速度太快过去的时候 你会被吸过去 钢铁速度多少 300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找个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这个你几年级 六年级 好就是你了 来 我要给你体验一下高速的感觉 速度多少呢 不高 时速300而已 所以呢 我帮你准备好了这个 眼镜戴着 来 我们助教哥哥帮忙一下 抓住他 因为这个时速300 速度太快了 好 好 先带好 那带好 好 好 因为这样子呢 保护你的眼睛 等一下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 请你把嘴巴张开 对对对对对 嘴巴张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嘴巴张开就对了 把抓好 来 所以呢 我就准备一个吹风机 吹风机 就是那个吹风机 那我们看看 吹风机的力量 吹它 让它感受一下 这吹风机也没有很大了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好 这个力量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要把身上容易造成危险的东西 都要拿起来 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好 来感受一下 好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好 来 现在呢 准备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注意 看着我这边 看着这边 然后张开你的嘴巴 好 准备好的朋友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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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劍 我站到 我站到 你先自己戴起来 好,你再拿起来 摄影机拍得到吗?可以 OK,来 看不到他的表情的人 看一下摄影机 可以 来 来 装好咯 来,对着摄影机 对着摄影机 你问到他那个时速300 威力很强大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今天 靠着六台太近的时候 这个国主一天一 咻 就会把你这个吸过去了 很可怕 好 我知道大家一定想再看一些 好看的画面 那我也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看的画面 好,这个东西呢 好,怎么做呢? 哇,我现在要麻烦大家 先把桌上的东西能够收的先收起来一下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知道台风来的时候 台湾 前阵子有什么? 十七期阵风 十七期阵风大概是多少?大概是时速 好,时速200 刚刚我们这个威力是大时速300 好,所以呢 我要让这边前面的人感受一下时速300的风速 夹杂的这个东西过来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好,所以呢 来,东西收起来 这个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好,感受什么呢?来 我这边也没有准备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 一瓶水而已 只有一瓶水 饮用水 接着我准备四支吸管 做这样子 开盒子 对,然后把它放进去 好,放进去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刚刚为什么要把卫生子先吹下去? 嘿,要给你没用的 各位,接下来呢 我就来试一下这个时速300的感觉 哦 有没有感受到狂风暴雨的现象? 没有 没有 等一下我让你来赶紧拍一下 好 好 刚刚你看到了 我明明 我没有做什么动作 我只是在上面吹气 可是呢 里面的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水 就是一般我们的饮用水 我只是把吸管插进去而已哦 为什么这个吸管的水 哎,就会上来 因为流速快 压力小 所以当我的空气流过这边之后 哎,造成什么现象? 造成了 这边流动速度快 然后压力变小 所以 那些压力压到旁边其他的水 就把这个水往上挤上来 挤到这个洞口的时候呢 又被我们的快速的高速的风吹过去以后 就造成这种狂风暴雨的现象 好 所以透过这几个实验 我相信你们对活努力定律 会更明白更了解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坐一台飞机 好 我们要再坐另外一台飞机 因为刚刚我们第一台飞机 我让你自己来找这个 自己来找这个重心 那第二台飞机呢 然后我们呢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发现大家在插眼镜 好 那第二台飞机 我们都帮你把重心找好了 那重心找好以后 你只要造的组装 基本上你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一个飞行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坐的飞机呢 好 我们给你看一下 我们第二台做出来飞机 然后它长的是这样子 它整个都组装好了 好 非常漂亮一台飞机 然后我们这边也帮各位都已经准备好这个材料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了 只要照我们的顺序把它组装起来以后 好 基本上这个 它就是一个平衡都已经做的 都已经量制过的那个飞机 正常的情况下 它因为它有木头的材质材料 比较重 所以在外面飞起来 应该也会飞得比较漂亮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大家把材料发下来 好 来 现在一起看着荧幕 我要告诉你上下左右 这样你才会拿错 好 看到这种造型 我相信飞机的头跟尾 你绝对不会弄错 哪边是头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是头 好 右边是尾 比较大的这边是头 比较小的这边是尾巴 然后这边有个倒沟 请你记得 倒沟是下面 倒沟是腹部 所以呢 它的背部是上面这个地方 是光滑在这里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请你照着顺序 来 我们每个家庭至少先做一个就好了 好 我们这个保育龙胶 有 如果没有保育龙胶的话 可以 可以 或者是用这个双面胶 也可以协出来捏一下 好 不然我们用双面胶也可以 我们用双面胶也可以 好 那回去的话 你可以用一张白的龙胶都可以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你照这个顺序 先把1跟2吃下来 1跟2 好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 好 那我们今天东西很多可能把一碗 打爆的时候弄掉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东西很多可能把一碗 打爆的时候弄掉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东西很多可能把一碗 1跟2把它 好 1跟2的贴在哪里 知道吗 你看到那个倒勾 其实你应该可以猜得到 一个贴在倒勾的左边 一个贴在倒勾的右边 好 所以这里有个倒勾 我们就刚好配合它的角度把它贴上去 好 那你把这1跟2贴上去以后 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 两个小小的翅膀 请你把这两个小小的翅膀 往外折 往外折 为什么要往外折 这个目的是要贴 我们的飞机的翅膀 好 然后请你把3撕下来 好 然后请你把3倒过来 为什么倒过来呢 因为你要看中间那条线 这样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 倒过来贴 好 你会看到中间那条线 为什么这条突的线很重要 这条线呢 你贴的时候 你要对齐它的中心线 好 刚刚我们一直讲到中心线 所以这个在对齐的时候 对齐中心线来贴 好 就是把有字的朝下 这样才可以看得到上面那条线 有字的朝下 你会看到上面那条图的线 好 那哪一边是前面呢 好 来 比较宽的 比较宽的是前面 比较宽的是后面 再把它贴上去 好 那记得要对齐中心线喔 好 如果你三贴好的 三贴好的人 你就可以把四 准备拿来贴了 是在哪里 四是最漂亮的那一张 好 那四呢 尽量跟刚刚一样 四尽量不要去折它喔 如果你折它了以后 等一下飞机就飞得不漂亮了 尽量不要折喔 好 四就直接把它叠上去 中间 这个是哪个地标 八零铁塔 请你把八零铁塔的正中间 对准 飞机的中间 小心点把它贴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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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好以后呢 如果你已经做好四的部分 如果你动作快 你就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那这里面最危险的就是五号 五号呢 很容易撕断 这边有特别给你警告 这个地方很容易折断的地方 所以等下你在折的时候 千万小心不要把它折断 好 你想弄过五号以后 就没问题了 那就可以做完了 好 那五号怎么贴喔 来五号贴上去 是这样子贴的喔 方向是这样子 有这个人脸的 好 有这个脸型的这个是前面 比较细的那个是后面 最后贴上去是这样子贴的 不要贴错了喔 好 那这里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里非常非常的气 所以这边还是有两个小翅膀 这两个小翅膀做什么 要来贴水瓶尾翼的 好 这里要小心 都是自己的 有些意义 那我自着也认为 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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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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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 再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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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做完了 你就可以继续把它完成 好 每一个零件 我相信你应该都可以找到 它相对的地方 那基本上 你只要做到六号就好了 七八九 七八九可以不用做 你可以等一下再做 至少先做到六号 至少做到六号 你的飞机除行就完成了 七号跟八号是目的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配重问题 刚刚我们只强调 它的重心问题 所以五号贴上去以后 不要忘记 这两个小翅膀 像我们对的萤幕一样 也是往外面弯出去的 对的地方 好 往外弯目的就是 我要来贴尾翼 其中一人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最后6号天上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小小的点 是靠着这个垂直尾音的 有个小小远点 好 所以基本上你这一天1到6号组装起来以后 这个飞机已经可以飞了 一样你可以检查一下 它现在的重心大概的位置会靠近后面一点点 大概在这里 所以你先试试看 你两只手指头架在翅膀的这个地方 翅膀这个 比萨鞋塔的窗户这个地方 101的这个楼下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重心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重心不理想的时候 你可以再把7跟8 再把它在前面加重 如果你7跟8加重下去的时候 重心会往哪边移动呢 会往头的地方移动 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贴 贴它的配重 好 然后还有一个9是做什么的 来9我先把它贴上去给各位看 9小小的一个巴黎鞋塔对不对 其实它是为了保护翅膀的 所以你把它贴的时候呢 好 9 因为我们刚刚说翅膀尽量不要去折它 如果你折了以后呢 你在飞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9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翅膀 稍微把保护起来 怕你折到了 所以在上面踢一下 踢上去 好 巴黎鞋塔的地方把它重叠 好 这样子增加翅膀的这个硬度 好 然后呢 翅膀是一个两脚器 两脚器就是说你翅膀可以稍微的往上折 但是呢 折的幅度 千万不要超过左右25度 所以利用这两脚器 告诉你说你这个翅膀最多最多 你只能折到这个角度 好 怎么看呢 一定是左右对称的折 好 把这两脚器放在这里 就是你折的时候 如果你翅膀要上折的时候 不能超过这个角度 好 只要超过这个角度的话 你飞机可能很容易失控 好 所以两脚器的目的在这里 一点点就好了 不用到15度都没关系 所以从这个后方看的时候 你的飞机应该是这样 翅膀有点微微的上扬 有没有看电影风起 风起剧呢 最后一部 风起 风起里面 它有一台类似这样的飞机 好 飞得非常的好 好 所以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好 完成了以后 这一台飞机已经是可以飞了 好 那我一样来这边看 好 跟刚刚一样 跟瓦克的地方飞 好 平丢 好 好险哦 好 你们发现这台飞机比较重 所以我如果力量像这里面 在这个空间比较小 你感用力 所以这飞机很快很快的 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台飞机 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那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另外的力量来源 在哪里 里面还有橡皮鸡 有没有看到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橡皮鸡 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橡皮鸡都是 我们新鸡如果从日本扛回来的 我的行李箱塞了20公斤的橡皮鸡 就是为了扛这个橡皮鸡 因为这个橡皮鸡是环保橡皮鸡 它可以自动分解掉 好 然后呢 橡皮鸡把它绑在这个棒子上面 会不会绑 很多小朋友不会绑 来 我绑给你们看 这个筷子刚好有两个勾痕 筷子有两个勾痕 任何一个都可以 你把这橡皮鸡对折 然后拉出一个头 从另外一边穿进去 直接拉紧 直接拉紧 拉紧 拉紧 一直拉紧 拉到这个结的地方 拉到这个勾痕的地方 拉紧 拉紧 好了 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可是呢 我们还发现 现在的小朋友 因为都受父母的教育太多了 所以呢 十个小朋友有五个是不会做的 好 不用华语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 做父母的 你可以放手 让小朋友自己试试看 再来我们就要射这个飞机了 好 当然在这个室内是不能这样射的 所以我们这个射飞机的时候 勾住 勾住这个 然后尾部怎么拿呢 好 尾部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头来拿 两只手指头 或者是你要拿得更稳 你可以用你的拇指跟中指来夹住尾巴 拇指跟中指夹住尾巴 然后用你的食指压在上面 这样子拿会更稳 两只手指头 三只手指头都可以 好 然后射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射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 这样一射出去 咚 就掉下来了 马上就撞到残壁了 撞到这个木杆 所以呢 你不要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射 这样射 当然不行 所以射的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没有年纪 所以回去呢 如果你家里有这个骄傲的话 麻烦你再把它加强一下 让你的飞机更稳定 好 那我们来试飞一下 那这个力量很大 所以千万记得不要对着人射 那待会麻烦各位 就先不要在校室里面射 你们尽量等一下到下课的时候 我们到户外去试试看 不要对着人射 不要对着树木射 他还会卡在树上 射的时候呢 倾斜 倾斜 好 然后呢 就直接平丢出去 好 稍微一个仰角 大概15度的仰角 这样出去 好 力量很大他就上去了 那如果 你要造成刚刚那个回旋的效果的话 可以 用什么方法 尾巴 两边的尾巴 一样稍微把它翘起来 一点点就好 翘起来一点点 好 两边的尾巴稍微一点点翘起来 然后呢 你等一下在外面试试看 这台飞机就很厉害了 这台飞机 如果从你自己来看 往你自己的 右上方的方向 这样子射出去的话 它会在空中绕一圈回来 会整个一圈 一个回旋 最后呢 右去左回 如果你顺利的话 也可以把它接住 好 如果你尾巴稍微给它调整一下 它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好 好 那教室因为我们空间比较小 就麻烦各位 待会下课以后 我们就拿着你完成的飞机 再到外面 这样可不可以 好 所以你们看到了 那个Google地球 如果说你有安装Google地球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呢 Google的地图 Google地图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很好玩的一个照片 那如果你是用Google地球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用到不同的角度 来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好 不好意思 我这用网路比较慢 看起来看不太清楚 那我直接用投影片好了 好 好 那当然了 很多小朋友 未来梦想的说 以后要当机师 如果你今天想要当机师 你要当空服人员的话 你的身高 你的体重 除了有一定的要求之外 有一定的要求之外 那你的势力啊 也要特别注重 千万记得不要近视了 好 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 你当这个飞行员 那飞机是一个三度空间的 三度空间的这个交通工具 其实呢它不太好控制 好 像飞机的驾驶舱 你可以看到波音的驾驶舱 它靠的是这个杆子 它必须要左边右边上面下面 然后来这样控制 这不太好控制 好 这波音的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是搭Airbus的驾驶舱的话 它就像摇杆这样子 所以很多小朋友玩电动玩具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摇杆 Airbus就是这种的 那这种摇杆 现在可以跟Google地球接在一起 可以做成什么动作呢 好 Airbus有没有看到这个摇杆 它就是这样这样 好像在玩电动玩具一样 好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跟Google Airbus接在一起 小朋友就可以在家里自己来开飞机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视野来看世界 那我曾经在干活动的时候 我就让小朋友 从松山机场起飞 然后我们的条件就是 然后要飞便衣绕一圈 那不过比较奇怪的是 小朋友都会喜欢去装便衣 你很会不晓得为什么 不过至少能够让他体验到 用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好 也许你在熟悉的环境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画面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内容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要用熟悉的环境来学习 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刚刚我们在活动开始前 我们在外面拍了一段影片 利用了现在的四轴飞行器 我们来拍摄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当时 我们让他拍摄四轴飞行器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 最后的一个结束 这个你会听到声音 会听到滋滋滋的声音 因为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 这还没有经过剪接的 因为本来要剪接 但是呢 因为时间非常的急迫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剪接 这是用遥控的 这个遥控的画面 刚刚是有人把它拿起来 放下去 先悬了一下 那这个笑声是朱老师的笑声 风很大 我们用互动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些人就是我们刚刚 服务大家的大哥哥大姐姐 平常我们的视野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一旦拉起来以后 我们就看到不同的视野 今天风制的比较大 所以今天不太好控制 这个是我们今天一点多的时候拍的 都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飞行器一直在飘动 好 寻找目标 最好是要用念力拉下来 哎呀 掌声鼓励 来 贴得太好了 好 好 我相信这个画面呢 刚好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个结束 好 那今天课程到这个地方 大概到一段落了 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 还要再看一次吗 如果要再看一次的话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产句好了 本来是不想放的 真的是产句 好 再更早一点 大概十二点多的时候拍的 好 这是更早的时候拍的 因为这个活动都是我们的事情计划 就要怎么拍 怎么样的 好 你可以看到了 真的用不同的视野来看世界 好 刚刚那个声音是上电的声音 开始供电了 中央大学 你平面你看过 可是你从来没从空中来看过它 我们今天带大家从空中来看一下 好 这是用遥控的东西来控制那个角度 好 最后希望这个产句 不会让大家回去做通 有没有 风很大 这个风很大 不然应该它是直线上去的 好 所以我们第一次试没有成功 因为风实在太大了 好 好 因为怕发生意外 所以我们再升空 那一般我们会把它剪接 剪接 可能把这个遥控的画面都剪掉 什么 好 這個高度已經非常高了 好,這時候這東西已經吹電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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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了,高了 還好,救回來了 那個聲音就是你們的螺旋槳的聲音 好,這個風看到 旁邊是數學系的,可以看到MATH 這裡 總要降落了 總要降落了 好,朱老師就聽位了 好啦,就墜機了 好啦,希望這個不會造成大家晚上的熱夢 好,不過各位可以看到了 你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你會發現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態度 好,你的高度決定你的生活態度 那希望今天這兩個小時 能夠帶給大家不一樣的觀感 不一樣的科學的一個科學的實驗和一個精神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好,謝謝我們今天大家的參與 謝謝朱老師,謝謝 好,這個 因為實在太精彩 然後做老師都忘記我要來結尾 還一直在想剛剛那個墜機 這怎麼可以墜機還墜得這麼精彩 所以今天活動真的很精彩 就是你看 為什麼我要隔這麼多年 才可以再請到我們一位老師來 還要這麼忙對不對 當然我希望也許從今年開始 是不是每一年都有一年一次的約定 可以嗎 大家如果同意的話 說給我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明年很想看到一位老師嗎 明年不知道會帶什麼更新奇的玩具來我們 好,我們接下來的活動就是 邀請大家為我們今天的這個整個這個 加入科學廣場呢 填寫一份問卷 那如果是老朋友都知道 因為加入科學廣場抽籤很難中籤的 但是如果你很誠心誠意的幫我們填寫這個問卷 分享你的收穫的話 我們會在每一次的加入科學廣場 都抽一組VIP來 然後免費贈送您之後參加加入科學廣場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活動就是 跟我們講師合照的活動 然後今天一位老師很貼心帶了一個 機艙裡面的照片 但是放在 大家可以跟這個紅包照這OK的 然後我們另外在出口的地方 有一個那個就是直接坐飛機 你跟那個海包照的話 就好像在坐飛機 兩個今年都可以選 然後小朋友可以帶著你的這個小飛機 然後跟那個大飛機 或者是跟我們的一位老師一起合照 好不好 好 我們最後再掌聲謝謝我們一位老師 我們要幫一個掌聲撞手 謝謝 來 借大家手一套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